總統都說話了 但台中市府呢 始終不肯透露陳雲林在市區的參訪行程 今天很多媒體跟車呢跟得不灑灑 自己都不知道要跟到哪去 那麼總統才說 要把整個行程公開透明 同時網路上呢 也公布了相關的行程 但是胡志強就是不肯讓步 他擔心引發衝突 今天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胡志強一度罕見動怒 陳雲林的行程到底要不要公開 中央和地方的說法竟然不一樣 陳雲林先生的行程 應該盡量透明公開 有這個參訪的人是被人家說 這個如影隨形遍地開發嗎 有沒有 好像沒有吧 對不對 我都這麼誠懇 那各位真的是何必苦苦相逼 上午七點半 總統召開擴大輿情會議 九點半發言人王玉琦代為轉達 強調陳雲林的行程透明公開 但是十分鐘後 胡志強仍在台中 依舊堅持不透露 馬英九和胡志強是不是沒有溝通管道 否則為何不同掉 胡志強甚至叫記者別苦苦相逼 是不滿總統府的做法 還是真的有苦難言 但接下來的三個半小時 市長態度仍舊沒改變 直到下午一點 陸委會把球提給台灣市政府 海基會甚至在網路上公布陳雲林的參訪行程 很顯然馬英九和胡志強不同調 我們沒有透明嗎 我們只是沒有對可能 產生安全的潛在危險透明 防肥嗎 你覺得我有防肥嗎 我們就不習慣 聽對媒體的採訪 胡志強當場動怒 直接甩頭走人 再度對外界要求公開行程 表達了他堅持不公開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氛圍 就是對總統馬英九沒能挺他透露出不滿 中日新聞中部綜合報導